记者蔡书源台中报道,夏日擦防晒乳,一般人认为,防晒细数加倍就保护加倍。 医师澄清,防晒细数SPF15依据93%的保护力,SPF30有97%,SPF50则是98%,不是防晒细数欲高,防晒效果就加倍,而且质地可能欲较为粘移不适。 建议因地质疑,解释时补擦比系数重要,才能达到较好的防晒效果。 中身皮肤科医师证人荣指出,防晒产品SPF是对抗紫外光UVB的能力,延后晒伤,晒红,SPF系数是皮肤受保护下晒红的最低剂量皮肤, 未受保护下晒红的最低剂量的数值,比如擦上SPF10的防晒乳,原本无防晒下10分钟会晒红,擦咬之后可延时100分钟才晒红。 但是防晒系数加倍,不等于保护加倍。 郑仁荣强调,SPF15提供93%的保护力,SPF30有97%,SPF50已有98%,系数越高差距越小。 SPF50防晒说保护力不是SPF15的3倍,防晒产品绝对不是高系数就好,而且系数太高,大多较为油腻,容易阻塞毛孔。 另外,防晒产品PA则对抗紫外光UVB的能力,延后晒黑即光老化,PA可延后发生晒黑,晒老,2-4倍的时间,PA是4-8倍, PA则大于16倍。 郑仁荣强调,选择防晒产品要抗UVB及UVB,一般防晒选择SPF20或30,即PA就符合大多数的需求,而且要适时补擦,在室内擦一,两次,户外则二小时就要补擦,如果玩水则要选择防水产品,或是更常补擦。 郑仁荣提醒,抹防晒时应薄薄一层,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,要均匀推开,顺向擦,不要来回,过度摩擦,否则刺激过度,可能引起毛囊炎,另外也要注意是否对陈过敏。 但防晒最重要仍是避免紫外光最强的时段外出,上午10点至下午2点,如果在户外要戴帽,撑伞和衣物遮蔽等物理性防晒。 郑仁荣说,不少民众擦系数很高的防晒乳,保护防晒前二小时,却不补擦,结果一样晒伤,晒黑,所以擦防晒,事实情补擦很重要。